老外觉得摩托车的反光镜实在是太小了,于是就拿来了两面镜子给装在了上面,装上之后看起来确实非常的个性,就连后面的视野看得也更加清晰了,在上面装了这么大的反光镜看起来也非常的张扬,一不小心很容易就被磕下来,又把摩托车的排气管进行加长,在后面接了两根PVC管,发出来的声音与之前相比都明显不同了, 甚至还脑洞大开的把汽油和柴油都加进了摩托车油箱当中,不知道这两种燃料在里面混合之后会有怎样的效果呢,启动之后看着没有什么异常,摩托车依旧可以正常行驶,骑了很长的一段距离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,那么如果同时加热汽油和柴油会发生什么呢,老外就准备亲自实验一下,把柴油和汽油都倒进了铁锅当中,然后放在电磁炉上加热,慢慢的能够看到里面出现了一些气泡,最终竟然被煮沸了, 里面在剧烈的沸腾着,过了一段时间总感觉里面的燃料少了一大半,可能是挥发了吧,把锅里的油倒了出来,然后把火放了进去,没想到依旧能够被点燃,冒出了滚滚浓烟,当然大家可千万不要模仿这种实验呀。